传闻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生活567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草根明星光荣绽放系列节目 大一哥朱之文一个纯粹的山东庄稼汉 放在十年二十年前靠他天生的好嗓子和对唱歌模仿的迷恋 可能会在村子里婚丧嫁娶的时候唱成一曲 甚至跑下堂会贴补家用 混个好人员聊此一声罢了 但是今天的社会 我们的媒体给了他一个相对公正的舞台 祝他一夜爆红 最近忽然频频传出朱之文要退出娱乐圈的消息 这是不是刻意炒作呢 还是成名后的大一哥有了心烦恼呢 2011年3月 贸不惊人的朱之文参加山东一档歌唱比赛 演唱的滚滚长江都是水 如杨洪基原音重现 寂静四座 获得大一哥的绰号 这段视频的点击率几周之内突破千万 因为人气旺不久就登上了中央电视台 随着频频曝光名气越来越大 2012年初入选了央视龙年春晚 这是在春节莲花岛会彩排 祝贺你 唱歌挺好的 很朴实吧 就是很淳朴 我觉得就是让我感觉耳目一新 对那个梦想这些我挺自若的 这位42岁的普通农民 以种地打零工为生 凤阳老人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全家年收入仅5000元左右 打扮吐气 一开口却是优美的歌声 这种巨大反差 让他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就登上了中国最高的舞台 如此彪悍的走红速度 足以让无数渴望成名的人望而却步 那么光荣绽放之后的朱志文 还会是那个大家喜欢的淳朴汉子吗 他这一出名肯定是 我觉得应该是多数小法一个有点名 以后估计会到城市买个楼房 开个好车什么的 可能就不接地气了吧 可能就是说话呀 包括做事 可能慢慢地就远离全重了 有这方面的担心 我们在河北的一个演出现场 找到了朱志文 还没上场呢 就已经相当忙了 你上一边去 你上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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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李玉华 你吃醋了是吧 你那孩子 你那孩子 你那我起来 起来 起来 你起来 我把孩子拿 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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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志文成名后 孩子转到县里 上寄宿学校 妻子李玉华 就出来陪着他 四处演出 一方面可以照顾朱志文 另一方面 李玉华 还有自己的小九九 也难怪 李玉华会担心 现在的 朱志文到哪 都是焦点人物 那美女 给我头发 我把我对象扔了 这是不可能的 有请朱志文到哪 总红意味着名利双收 而背后带来的 却不全是快乐和荣耀 我现在生活好了 我也不习惯 现在累了时间 也没有自己的空间时间 好像就给一个痛苦的见恶 不唱歌 之前啥病没有 现在腰椎盘突出 这团病了 还得有脂肪梗 又有了 还有有肾结石 又有点影 又有影影了 这次唱歌的 造成了整天 该喝水的喝不了水 该吃饭吃不了饭 该运动的运动不了 所以就这 造成什么那些病 自打出了名 以前不敢奢望的火车 飞机 高级轿车 全都坐过了 而且一天 有可能要坐好几种呢 可没成想 这病也跟着来了 而更让朱志文 哭笑不得的是 经常会接到 莫名其妙的电话 喂 你好 哦 你是我表哥 哦 哪个表哥呢 你在绿装 这个绿装带哪儿啊 你不是表哥 哪个表哥 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确实我想不起来了 哎 好好 再见再见 这怎么会有个表哥啊 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 现在 你比如说 以前 没从那儿 有真正的亲亲 有世家的 现在都有 只有日本家的亲亲 都给你盘亲的 他都知道拿了 那个表哥 他说带旅种 他找你干嘛呢 他给我认亲亲的 喂 让朱志文哭笑不得的是 现在不仅找他认亲的多 找他借钱的也多了 甚至还有人让他帮忙 找丢失的牛和羊 哥 这就是你电话呀 用了只有七八年了 人们好得干啥 在这儿我成名了 我没感觉这是成名 我感觉的 我还是个老北京 在河北完成演出 顾不上吃饭 朱志文就马不停蹄地 赶往北京 下午要进摄影棚 拍平面照 哎呀 这个西餐 我才吃不惯的 这面包掐点菜 这是什么 这是菜的 不认识 是萝卜干 是吗 不是萝卜 你尝一口 不是不是 是什么 我没吃过这个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味 你们尝尝在做什么 这叫薯条 你知道什么做的吗 薯条 你这时候说薯条我就知道 就是红薯做的 是吧 土豆 土豆 那这个土豆 怎么这么长呢 我们那没有这个土豆 我们那个土豆 这么大一点 你看它这个条 它这样子有一种大土豆 大土豆 啊 大土豆 有这么大土豆 这时候又是水果下来的 我吃 我吃 消化不了 就是我 一晚上都吃五六次 这样子 你不吃吧 你看不起它 它说你不懂事 你吃起吧 吃的难受 但是还挺疼 哎呀 你这吃那一岁 吃那一岁 那不是吃不了 都浪费了 这样子 还考虑这 你这家化妆习惯吗 就是在农村的干活 在地上放一层土 这样子 家里的店现在怎么样了 没化妆 是没长得够了 长一吃够了 是你种的吗 是的 我种的 准备回去看看吧 那得看看 看看有条了吧 该搅水了吧 在地上看看自己 老累的 就是我 几个鸭 手的量是 就是特别新的 没人那个属货 第二天没演出 朱志文打算拍完照 就连夜赶火车回家 地里的麦子 都不知道长得怎么样了 一夜成名 让他的生活 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不是为命 不是为理 得来唱歌 他得到什么 又失去什么 退出娱乐圈的传言 是否属实 请继续收看 草根由心光荣绽放 烦恼多多的 朱志文 坐火车转汽车 第二天一早 终于到上线了 一块钱三个的 韭菜馅包子 一碗油茶 是朱志文最喜欢的早饭 可还没吃起口 朱志文就被乡亲们 团团围住了 看来到现在 连吃喜欢的包子 都踏实不了 家乡人的热情 虽然让早饭吃得有点尴尬 但是朱志文却很理解 我哄就是全国人民支持我 我才哄的 没有全国人民支持我 就根本就没有我 我朱志文的今天 这给你抢满满了 先让你抢满满 没没没 跟他躺一边 挡个吧 跟他躺一边 你们这边躺一边 我都躺一边 我都躺一边 你都躺一边 我都躺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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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这么热情 一身军大衣就被观众牢牢定位了 当歌唱学子还在慢慢求索 千千万万年轻的歌手还在为提高社会认知度而争取上镜自我炒作的时候 朱志文已经用他非一般的速度完成了从无名之辈到公众明星的全过程 可是当家乡人想听他现场唱上一首的时候 怎么会出人意料的逃跑了呢 难道他有什么苦衷 成名后朱志文的家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为什么朱志文不愿给乡亲们现场来一首呢 难道还是耍大牌了 你给他唱了 下面另一个你再给我唱 再一个你给我唱 你再给我唱 你稍微有一个人不给他唱了 人家都叫你唱了 你给人家唱了 我叫你唱 你平常不给我唱 因为好多人出现这种事 不懂拒绝的朱志文只要一开口唱 他今儿可就到不了家了 所以只能趁机逃跑 那么成名后朱志文的家有没有变化呢 最让朱志文纠结的 是不得不把一双儿女送到寄宿学校去 多长时间没见爸爸了 不做愿吧 想还不 被人好得上是也没见过俩孩子了 但是这一会儿这一会儿又分开了 一会儿还得想我 特别 妈能又累得出来了 虽然人不常在家 但是朱志文约总想让家里的日子更好的 好家伙 重大发现了 透明的迷糊房怎么装在院子里 怎么把它安装在院子里 洗澡不就全看见了吗 房间没地方 花了多少钱买的 两千二 买回来 我还不会用的 我还说这里边有肥沃植物都咋不放了 为什么想买呀 也就乘地也都拿去 有那个太阳弄啊 那个 那个 热水起在那里 才能能体验见那个乘地的那个感觉 虽然这个现代化的透明淋浴房 朱志文还没有学会怎么使 但这次回家 他又被家里添了一样现代化的东西 已经去到镇上了 这两天没看见你这么幸福 哎呀 这原来就得很贴心 生活就回到原来的这状态了 特别好 成名后他还是来的家还是没长 那帮忙他还帮 这次朱志文给家里添置了什么新鲜物件呢 当我们嵌到实物的时候 着实吓了一跳 是什么呀 是球吗 十几个 灯啊 嗯 挂着灯 你看那种灯 对对对 八百块钱再两 好家伙 这球灯的直径 除非有一米啊 买这么大颗的灯干嘛呀 我今天这个手里挂着特别好看 我也买一个 一看门都大了 原来这朱志文也是冲动购物型 这么大两个灯往哪安呢 屋里总共也就是四十多平米 屋顶不仅是倾斜木马结构 而且已经挂满了各种灯了 这两个大灯该装在哪呢 为什么朱志文那么喜欢灯呢 这个装飞的装日三百斤 看见现在大人给小孩的买 我也想有 但是现在有爸爸 我买爸爸 买父亲 现在买我不能买 所以现在有了能力了 就想自己买一些 对 原来就是说年轻人 小童年的那个是乌鲁梦 这个是童年的一个喜剑 好 很重啊 行吗 自己一个人 需要上一个人吗 小心 小心 上你的 我说能了 快 大行了吗 还好 这个地方勉强能装上这个大灯 可这时新问题又出现了 它得用好钱 一般老钱装的不行 没想到这新买的大灯 居然派不上用场 既然这么享受城里的设施 朱志文是不是打算在城里买套房呢 我带我这个爬爬屋的 我住的过来可以神仙的日子 你这我住那高楼大厂 高级病了 我感觉就给蹲监狱了 我是提法说这个厨房 这个它不能用了 再花两三千块钱都够了 就盖了盖起两间房子 我咋有闷口又闯口 就把它装修到豪华点吗 装那豪华干啥就是 我自己一个当土屋 一个当那个谁来了谁住住 让朱志文难舍的不仅是老宅 还有他的六米卖地 有阵子没回来了 地里麦子长得怎么样了 那时间过来还长得不错 几月份能收了 到七月份的 到那个时候 咱地里满地里都是人 都是开那个大联合 开三分车辣妹的 还有种玉米的 人都晃晃晃晃晃 人都在那个收获的这个喜悦当中 都特别喜笑眼看得特别好 不在乎手上沾满泥土 不在乎雨水把衣服打湿 在自家地里一边干活一边练着喜欢的歌 朱志文感到无比的轻松 这个地上跟爹麻是一样的感情 走得再远 我还是想到我这点地 如果没地 你就没饭吃 朱志文这么留恋家里的生活 不禁让人想起 前段时间在网上 有他要退出娱乐圈的消息 那么这些消息是真的吗 这个是有这个方法 这个那是累的我受不了了 但是呢 那是累的是没办法的 那就是发牢骚话的 我唱歌不是为挣钱 不是为命 不是为力 来练歌来唱歌的 我唱歌 我就是给全国人民服务的 不赚钱不得鼓 哎呀大一哥 大一哥 我说让他 人家那么欢迎我 支持我 我没有理由不去 更好地跟人家唱歌 一夜成名让朱志文这个山东农民有些措手不及 但老鼠之后 他依然要将唱歌 进行到底 我们把过去的时代 我可以把它叫做英雄时代 所以英雄时代 就是一个人一旦出来以后 他有吉祥的号召力 但今天是个平民时代 是你方唱罢 我登场 所以每个人都有出名的机会 都有绽放的机会 朱志文的走红绝非偶然 他有唱歌的天赋 同时也是励志典范 为实现理想在贫困的生活中坚持不懈 练了二十年的歌 即便成为明星 也没有把名利看得太重 他的乐观进取 正是对生命的热爱 对生活的热爱 他身上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 以正是咱们中国传统农民 真善美的展示 那么成名以后的朱志文 还有哪些打算呢 那件大衣为什么不穿了 明天请您继续关注 大一哥朱志文的故事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今天有讲收拾的问题是 答对的观众有幸的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谈 你还可以通过CNTV7家农业网站 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信息 生活五六七和你在一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成名后依然星光闪耀的秘籍是什么 为什么歌唱技巧不断提升 继续努力 敬请收看草根明星光荣绽放 大一哥的特变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